摔跤 让这个大兴山的陈旭小同学来多试一些的原因 就是前天晚上他突然有一个突破 他已经最近练了差不多有接近一个月的拳吧 功力有一些提高 我是一想借这个机会看一看他现在腰腰腰转腰 腰腰腰好好好 stop stop 停停 像刚才这样的就是你们的动作 我跟他是你看 go ahead 在这呢 你们的动作都是在外面的 都在外面这样的 所以要把它放在腰里面 腰在这 外面挺住 go ahead 你看他在这吧 你走腰 这个腰是不容易走的 但是呢一定要走 看一定要走 啊 到了这 来你看 他这个 go ahead 他到这来 他这么推了 你要一顶的话 你看他是有力的 是吧 那要不顶 他用腰来打 他这个 他就过去了 据说呢 这个腰用力的时候啊 你在底下看是很容易的 但上来呢 他们已经练过很长时间 就知道 我跟你说刚才怎么回事 你看吧 这个力 他原始的都是在身上的 所以这个手呢 你放住以后呢 合住不要动 腰的走向很重要 现在你是 这个力是在腰上的 是吧 在腰上的话 它是这么转的 我们呢 只要一大手 老想用力 你来试 你看推吧 这个呢 我们都在手上的力 这是不行的 腰撑下去 是吧 腰撑下去 手合在对方身上 就可以吧 so you push your seat 它是这样的吧 这个地方顶了 把腰一沉 手呢 随便移走 看 所以呢 对这个 对腰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但是呢 它到底 看我们离得很远 也可以发过去 You can fight anyway you want to 我说呢 随便 看吧 这是手上的动作 我这个腰撑这 一转的时候 你看 因为这样的话 它在腰里面 那个力会抛出去的 你在手上的话 它这个腰劲出不来 再射 Do what I showed you Use your waist 用腰 试一试 所以我们这 还是 因为腰呢 是要发力 手是要合力 什么意思呢 手的力要合到对方身上 你不要使劲 使劲它就跑了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这个地方 它一使劲不会滑了吗 力放在这地方 像胶一样 把它定住 所以你来推我 你是 我的手在这不动了 我要动的话 和你发生这样的动作 就不动了 然后动腰 你看 你看 不动 动腰 我们都喜欢这样动 这是我们这个拳 和别的拳的差别 别的拳的动呢 就需要你的灵敏度 需要你的技巧 需要你有知道 你的动作很快 别人不知道 或者说呢 就是说拳打不折 别人不知道 你这个动作 你能赢 但是呢 你把对方打倒 他再起来 你再打不倒了 因为呢 不是功力 是你这个动作 他们不熟悉 再试一试 还是上身动了 我们这个权利要求呢 就是上身和对方合住 不要动 Let's very good Don't move Turn 好 刚才有一点了 好 这还是 就是 好好好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道理 非常的简单 但是要用得上的话 它是很难的 所以 你看 这要用的话 是很难的 因为对方跟你拼命了 首先他过来 他的力很大 你要 你很难顶 所以要能顶得住 这就叫捧 顶住了 不动了 然后 动得在外面 它不会影响中间 是吧 动得在外面 这么走的 你如果要使动作 动了自己的腰了 它顶得很厉害 你来 你就没关系 你看吧 腰一直在动 它就受力于对方了 所以现在的力 你看 发到外面去 是吧 这个 这么发的 所以那个力 发到外面里面 是一个像轴一样的转 呃 Not You don't need 你